其實問題的核心是 大概看到這樣的一個圖 是我們台灣現在 公司力大專院校的助理教授 正常的出聘的薪資 他的薪資主要就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做本縫 一個部分叫做學術研究費 或者稱為學術研究家籍 這都是正正常常一個老師 他可以拿到的 在大學的薪資 但如今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以在公司力 一直以來都是維持這個標準呢 是因為我們的私立學校法 施行細則 第三十三條 第四條 明定 私立學校 老師的薪級 薪資跟家籍 都要比照公立學校的標準 所以這是全台適用的 原本的法條是 準用 在我們法律檢視上面很清楚 某一項都會準用 另外一項的法律 就是應準用 適用它的法律規範 在這一個規範上面 但當今天一字字差 加了一個得準用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一個任意規定 也就是可以不准用 那如果不准用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說明的 私立學校的教師 未來很有可能 他的學術研究本 也會遭到打折 而且是合法的打折 甚至全數的刪除 也並沒有到 可能違法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全數刪除的話 私立學校的助理教 他就會只剩下 粉縫這一塊 一個月就是只剩下 兩萬九千四百三十五塊錢 兩萬九千四百三十五塊錢 所以我們稱他今天 訂的教師待遇條例 是一個二十九K條款 我們台灣的低薪問題 已經夠嚴重了 他還要賤賣我們私立學校 教師的權益 賤賣成只剩二十九K 這樣的一種做法 我相信無論是私校的老師 公校老師 公私立學校的同學 都看不下去 不能夠忍受他們面面的聲稱 這個是所謂學校 跟老師的契約自由 高校品質的根源在哪裡 在我們的教師們 教師們的教學品質 研究品質 師生互動品質 就一定想到 如果我們今天的 高等教育的老師們 不管是公立私立 如果變成了是 兩萬九二十九K 各位認為你們覺得 我們的高校會有品質嗎 如果這些董事會沒有問題 我想今天這個問題 大概有可能不存在了 可是我們私校 我曾經有一位 在私校做到了副校長的 我不講是誰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一個人物 有一天他跟我講 他說 以他的經驗 他說 沒有一所私校的董事會 是正式健全的 是以辦學為目的的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就照片看了 反歧視 反歧視 公私立大學薪資不脫光 公私立大學薪資不脫光 反對朝鮮通過教師待遇條例 反對朝鮮通過教師待遇條例 反對二十九K條狂 反對二十九K條狂 其實過去從九一在八年下開始 我們看到很多工人 或者很多熱視團體在街頭抗爭的時候 落法其實是他們最後一招 也就宣示了 當我們不再容忍的時候 藉由這個儀式告訴社會大眾 也告訴我們自己的夥伴說 我們沒有其他路可走 但我們高等教育的所有老師們 最後體認到 我們最後的路途就是 戰鬥吧 我的同伴 我的同志 大家一起戰鬥 因為這個通過的話 等於教育部他等於是 他卸了折了吧 他把這個 這複雜的那個 整個高校環境裡面的 公私立之間的那個差異 就推給各校事情去決定 那各校事情決定的結果 其實我們根本幾乎沒有任何的談判 全可以跟董事會或者校方做敵判 所以如果通過的話 接下來的抗爭可能會就更強烈 在高等教育行業裡面 有大量的這種流浪教師 就是得到博士學位之後 事實上找不到固定的教職 那這個已經是 現在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那未來是即使找上了那種固定的教職 然後即使已經過重重的競爭 那你拿29K根本是沒辦法活人啊 沒辦法結婚沒辦法生小孩 這個離22K超不了多少 這個法案呢 主要的來源是在教師法裡面 有訂一條 就是說教師的待遇呢 要另外由法律來訂定職 但是呢 教育部一直沒有推出這個草案 那經過大法官的解釋 在102年的時候 大法官的解釋是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違反憲法規定 所以因此要在105年之前完成立法 於是呢 教育部就推出了這個草案 必須要在今年的立法院裡面通過嘛 才有法律的銷利這樣 所以教育部就推出了這個 教師待遇條例的草案 那這個草案呢 經過立法院的一讀之後 那主要的遊說團體 譬如說是全教總跟全教餐 他們是有在裡面去討論這些事情 那他們當然也反對說 把私校老師的待遇跟公校老師的待遇多勾 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明天之前 我們的公會的會員 會打電話給不同的會員 那可是根據不同的選區 會打來不同的會員 去表達這個狀況 那明天如果很不幸的 這個東西通過的話 那私校老師大概就只有 兩三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他個人 依個人能力 去跟私校老師跟私校校長談條件 那這其實非常困難的 他工作權在別人手上 第二個加入公會 由公會來代表協商 但是協商不一定可以成功 第三個就是進行司法訴訟 那進行司法訴訟的機率 成功的機率也變低了 因為這個法令既然可以說得不准用 那就變成說一切狀況 條件就變成你不需要去協商 所以這個其實 非常非常不利 對私校老師來說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現象 我們自己